說當雞童是一種天秘 或許他與生俱來就有通靈DNA 那麼這樣的記憶也會代代相傳嗎 我們就帶你在南投看這一對雞童婦女 他們與神同情的故事非常特別 斯文的爸爸叫做吳哲偉 他從五歲開始就跟三太子解下不解之緣 剛上幼稚園的他不只要忍受同侪的異樣眼光 包括家人對於他幫神明服務都非常反對 選的是在30年之後 當吳哲偉的太太懷孕了 三太子降價指示 說肚子裡的寶寶是個女的 而且將來還會是九天玄女的雞生 真的嗎 果不其然 他的女兒還是小baby的時候 看到神像都會笑 而且九歲就開始循跡 難道這樣的雞童雞一真的會遺傳嗎 我在我們府裡有幼稚園讀到沒有幼稚園 沒有人敢帶我 因為不定時啊 為什麼要找我當機生 當下我媽媽是不接受 所以我媽媽馬上就拒絕她 請三太子離開 我老婆懷孕 剛得知懷孕 那一天三太子她就起雞了 然後告知我太太說 幾年幾月幾日 什麼時間 這個女兒 她是女的 她會來出事 於無極九天玄女娘娘 大天尊義節 我們一定要接受一個事實就是 她是承接了九天玄女的使命 來映示的 我媽媽懷孕的時候 神明就已經先跟我講了 因為磁場關係 神明 在你附近 所以你有時候會頭暈 然後就不舒服 其實看到她 女兒這樣子真的很不捨 可是又得接受 因為這是她的使命 我們一定會跟別人不一樣 因為將來要幫助所有的人 她一定會帶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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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到三太子降價辦事的時候 善男性女總是絡意不絕 她們都搶著聆聽 來自神明的訓示 你的三天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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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不當代表你的身影 只要你堅持 那在身影前去的時候 代表代表你祭賢 祭賢 這裡是南投埔里的聖賢太子宮 出立在田野間的廟宇 交通並不方便 偏偏就是香火鼎盛 到底為什麼 太子元帥他也是 真的是照顧到家裡的每一個人 他把我們家的大大小小 都是安排得安安穩穩的 信徒口中 慈悲為懷的太子爺 是他一家人的守護神 最難以言喻的神蹟 就降臨在他的母親身上 那一次剛好是去照超音波 照胃的這個區塊 結果醫生發現說 媽媽的胃的上方有個小黑點 那醫生那時候也是跟我們講說 是一個小手術也不用擔心 小鳳的媽媽立場健檢 驗出了胃部癌細胞 當時醫生說是原胃癌不打緊 但小鳳就是放心不下 連忙趕到宮裡請示太子爺 太子元帥那時候跟我們講的是說 這個東西不是很好 所以在媽媽要開刀之前 一定要請城隍爺的令旗 回去家中 然後在神明廳正宰12天 為什麼要請令旗正宰 難道太子爺欲言示禁 當整個手術結束之後 是大概九個小時 那在這九個小時當中 媽媽也曾經大量的出血 然後生命一度的很危險 然後那時候我們才明白說 元帥那時候 為什麼要我們請城隍爺的令旗 回去家中這樣守住媽媽這樣開刀 一路這樣平安 真的是令旗救了母親一命嗎 講到了太子爺的神蹟 小鳳淚流滿面 據說類似的救苦救難事蹟 太子爺點化了好幾樁 但最令當地人靜靜樂道的 還是他選機的傳奇故事 吞下神醫的公主 是一位沒親目秀的型男 他叫吳哲偉 今年才35歲 但是他幫太子爺代言的時間 已經長達30年 換句話說 他在5歲時 就和太子爺結下了不解之緣 他們要找一台遊覽車的人去進鄉 因為剛好找到我的阿咒 我的阿咒就想說 反正就帶小孫子一起去走一走 阿咒帶著孫子掛乎 在尋常不過的休閒活動了 但是遊覽車搭著搭著 吳哲偉開始頭暈 就在快要到達目的地 人就開始不舒服 然後起先 我的阿咒是想說 是不是暈車還是什麼不舒服之類的 結果一到達目的地 一下車就起機了 怎麼會這樣 5歲孩童踢擋太奇怪了吧 我阿咒當下也不知道怎麼辦 只好趕快打電話回來 那再回到湖裡的這間公廟 我所有的家人親戚 全部都聚集在那個公廟 想要知道這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可是本身 因為我爸爸是虔誠的基督教徒 所以我媽媽又無神論 那他本身對這個就不接受 是啊 誰有辦法想像照片裡的可愛小男孩 才剛上幼稚園 就會不定時起當 還自稱三太子下凡濟世 尋常爸媽拿受得了 三太子所指示的是 我要連續做他騎士的集團 然後這一次是第四次 當下我媽媽是不接受 所以我媽媽馬上就拒絕他 請三太子離開 那離開了之後 三太子開始每一天 不定時就會在我的家來騎機 那起初我媽媽就是想說 就不管他 就一直不管他 那這個期間維持了大概半年 太奇怪了吧 生命怎麼請都請不走 三太子就是要無則為不可 理由是這條鱗 等他十萬年了 別說爸媽不信 校園裡更無人理解 有時候人家可能整群小孩在玩 三太子突然起機 每次起機就不定時 十分鐘 十五分鐘 然後就自己跳跳玩玩 然後就退嫁 所以不定時的就是 會造成很多人的困擾 所以變成說 有幼稚園讀到沒有幼稚園 然後也沒有人敢帶我 會起擋了小孩 成了別人口中的一類 我媽媽好擔心 難道自己的兒子 飛走神職不可嗎 他就是不信 無可奈何之下 我媽媽跟三太子 約定了半年的時間 要元帥顯神機 說服他再說 三太子開始 每天固定晚上七點 一定會在我家起家 然後在客廳就會把隔一天 我媽媽一整天的行程 都寫出來 那我媽媽想要用盡什麼方式去 違背他的意思 就是沒有辦法 包括說我媽媽去到外面 然後人可能在台中 他就跟三太子說 我家的瓦斯沒有關 你如果這麼厲害 你幫我關 結果他明明是開著出去 回來真的關起來 隔空關瓦斯 真的假的 一連串神機 讓無媽媽的心動搖了 難道真要把兒子借給三太子嗎 到了半年之約 到期當天更懸了 剩半個小時 眼見半年的期限就到了 他最後想出來了 他就跟三太子說 聽說神神通廣大可以呼風喚雨 你會嗎 你如果會 我就信你 呼風喚雨怎麼可能 到門口之後 三太子咒雨唸 真的起風了 那我媽就跟他說 這可能剛好吧 那下雨咧 現在天氣晴朗 你下給我看 那真的 就看三太子從天畫一畫 腳往地上一踩 響了一聲 就開始地獄 太離奇了吧 我媽媽跟吳爸爸 再也沒有反對的理由 所以年僅7歲的吳哲偉 正式開啟了他的記事人生 三太子他就是說 他要爆打那一間宮廟 因為那間宮廟的一個機緣 那讓他可以順利把我踩為機身 所以他就在那間宮廟 讓我先正式在那裡 閉關 進修兩年 在我7歲的那一年 開始在那間宮廟辦事 連續辦了三年 就是要爆打一個一個琴 幾年後 因為宮廟的住持好賭 荒廢廟物 吳哲偉乾脆把三太子 從廟裡請回嫁中供奉 沒有想到香火越來越旺 信徒也越來越多 就連這一名可愛的十歲女童 也是三太子的追隨者 畫面中身穿紫衣的小女孩 是三太子的信徒 也是吳哲偉的親生女兒 她跟隨父親前往新疆 承接九天玄女的法治 我們回到了九天玄女的祖園 就是帶她到新疆 正式起奏書文 讓她禮拜她的恩師 就是進到廟裡面 就開始有感覺了 因為磁場關係神明 在你附近 所以你有時候會頭暈 然後就不舒服 然後就會晃動 才剛滿十歲的女孩 怎麼就和神明有緣 難道父親的神職宿命 也會遺傳嗎 剛得知懷孕 那一天三太子她就起雞了 她就把我女兒的名字 用一首詩寫出來 然後告知我太太說 幾年 幾月 幾日 什麼時間 這個女兒 她是女的 她會來出事 那我們一定要接受一個事實 就是她是承接了九天玄女的使命 來映示的 我媽媽懷孕的時候 神明就已經先跟我講了 竟然打蟲娘胎就被神明兩隻了 這未免太不可思議 剛滿月 她的娘娘就來指示了 她要做金聲 她就指示我們到鹿港某一家佛具店 那就說 就帶她的徒弟去挑 我們說你的徒弟才剛滿月 怎麼會挑金聲 她說去了你自然就知道 牆寶嬰兒也會挑金聲 一般人怎麼相信 她裡面剛好有三尊九天玄女的神像 那我們就想說 好 不然就抱著女兒去看 那剛好的 抱到中間這一尊她就笑 抱到左右兩尊她就哭 我們夫妻就來來回回 給她弄了十幾次 彷彿與生俱來的DNA 子晴從小就和神明結緣 雖然還沒有正式踏上機桶之路 卻已經開始靜坐靜修 準備有朝一日替九天玄女祭祀 百般的不捨 因為一路起來看她爸爸主事 就是都是很辛苦的 經過許多的磨練 還有努力而成的 希望說 其實看到她女兒這樣子 真的很不捨 可是又得接受 因為這是她的使命 神明交代了 我們也得順從 面對老公和女兒 與神同行的宿命 公主夫人說 如果幫神明服務 換到的是這個雞同士家的 平安與健康 那這一切辛苦也就值得了 說到了三太子 您的腦海裡會浮現 什麼樣的形象呢 恐怕很多人會想到 是手拿天昆圈 嘴巴還咬著奶嘴 非常可愛的形象 但是接下來的這一段畫面 恐怕要顛覆所有大家人 原來的刻板印象了 我們帶大家到新北的三峽 來看看這位三太子的機身 他怎麼樣的辦事呢 他在整個過程當中 他都緊閉雙眼 甚至出門去幫人家辦事 去驅魔的時候 他都還要用紅布綁住他的雙眼 信徒說 你別以為他眼睛看不到 走起山路 他是健步如飛 真有這麼神奇嗎 我們也實際訪問到了 這位三太子的雞同 問他怎麼會跑到這個地方 變成了雞同呢 曹卓原來背後是一段 跟三太子穿梭陰陽界的 條件交換 說得這麼玄 到底發生什麼了 真的丟臉萬歲 感覺那個衣衫啊 真的我就相信了 真的是有神明 他要就是化身為山頭八壁 羅莎太子 然後他的用意是要來想要除磨 我問很厲害 他怕這麼高 他怕到就他爭下 他不便喔 他爭怕 他爭 電動都要摸摸 他又有夠力了 在莊嚴的沐魚聲中 眼前的男子不停搖頭晃腦 鬥動嘔吐 他是中坦元帥三太子的雞身 眾多信徒正在等著助攻降價 敬茶一喝 敬斧一開 太子爺準備辦事 清理清為 細心的幫人處理疑難雜症 與激身的嚴肅面孔形成了強烈反差 信徒說 這裡的太子元帥 就是這麼慈悲 照顧信徒無微不至 但您發現了嗎 曾太子降價辦事後 全程緊閉雙眼 卻總是能閩茶秋毫 有這麼神嗎 拿紅布蒙起雙眼 到底在做什麼 像信仲有沖煞道 然後有卡因 我們中台元帥 他也是轉為武駕的方式 然後蒙眼睛 來為信仲解惡 原來這裡的太子會變身 紅布蒙眼還能漸步如飛 讓信徒們嘖嘖稱奇 他拿出就是也是蒙著眼 然後廟地的過程 他後面有一個山坡 山坡來講到 將近有三成都高 那他再往上 可以算是用跑步的過程 那我用攝影機 在拍他的時候來講 根本是追不上他 所以當下我會覺得說 他到底是怎麼去辦到 這些事情 就算不開眼 方信徒罪蓋動作 依然行雲流水 手裡的劍 就是能精準砍到位 甚至還能使出 傳說中的懸絲枕脈 據說太子爺手裡的那一條紅線 能感應到人體是否健康 他開了符令 更能保佑信眾於無形 中坦元帥開我們的平安府 給我帶嘛 我就直接要開刀 我就拿進去 叫小姐給我哪個 放病例表裡面 我就進去開刀 我什麼都不會怕 追民信徒說 他當年被診斷出 假狀現有腫瘤 太子爺勸他帶著符令 趕緊去開刀 我們就出進去 就那個中坦元帥 就開平安府 還有洗的給我們洗身體那些嘛 本以為 山賴子的符令 只是保平安而已 沒想到當他近身完走出浴室 隔壁床的陌生病友 竟然這麼說 我們隔壁那個年輕的媽媽 她就說 奇怪呢 今天為什麼這麼多神仙來 那個外面那個掃地的那個先生 他有看到 他有看到說 那個什麼神明都進去裡面 給你保護 我說對啊 我那個中坦元帥派來給我保護的 真的很靈感 一張符就能召喚朱仙佛庇佑 真的嗎 這位李小姐說 她的經驗更悬了 幾年前她被檢查出大腦長了腫瘤 但是腦部動刀風險極高 她沒有勇氣走進手術房 但是那一天卻做了一個夢 天啊 恐怖的夢境成真 怎麼一覺醒來眼睛出血 醫生說沒事 她卻放心不下 一忙到宮裡請示三太子 我說中坦元帥 我男的眼睛出了感冒鬧的問題 他說你要去擋桌 不可以不去開桌 我說我會怕開桌 我會怕 他說他會把我保備 但是你用那個三個四個 不可以擋桌 一定這兩個月過後才去擋桌 為什麼五月才能開刀 李小姐當下沒有多想 決定乖乖聽話 先到醫院 評估手術再說 我就是想去中坦檢查 檢查的時候 這個大動脈 大動脈的這隻腳 六點鐘不能停蕩 全睡覺的時候 我望一個望鏡就是看到我們 阿嬤穿很漂亮 怕我們客廳下去 我心裡想牽起來的時候 我說阿嬤穿這麼漂亮 怎麼會怕我們客廳下去 然後我就村人家 三天村人家 我們阿嬤就真正貴翁了 怎麼會這樣 當時正好是農曆三月 李小姐覺得不妙 因為她的母親也剛好握柄在床 難道太子爺話中有話 我比較懶惰 我跟我們老婆說 她啊 她啊 我要來開桌 所以不理會等我 我如果開不醒 我們兩個這麼做飛行 一股不祥之兆涌上心頭 到了農曆五月中 李小姐提起勇氣到醫院動腦部手術 過程非常順利 但是麻醉要退了 半夢半醒之間 她竟然看到 夢裡的媽媽拿拐杖敲床頭 難道是代表著 到底是神將顯靈 還是哺女連心 當初三太子的提醒 難道是要李小姐把握時間盡笑嗎 說到了三太子的神蹟 基神百明全說她也感同身受 因為媽媽就是一個火箭症 我媽本身她患有肌無力 也是要大手術大開刀 這是罕見的疾病 我媽的身體也是太子爺 她救回來了 所以說就 我就是感恩太子爺 所以說就願意這一生 然後就付出 然後當太子爺的基身 同樣是雙眼蒙著紅布 這是在民國79年時 百明全第三太子辦事的畫面 資格至今超過三十年 信仰之所以如此虔誠 除了神明救了媽媽一命 肯定還有一段神秘的故事 我十歲的時候 我自己在延平北路 大概六段七段那邊 自己請一尊太子爺的神像回來 然後供奉一陣子 然後覺得身體好像會嘔吐 會不舒服這樣 喜好 陣子 六條 怎麼會這樣 難道是被抓刀了嗎 這時候媽媽告訴他 一年前所遇到的怪事 有跟我媽託夢 然後託夢就說 你兒子要讓我當基身 然後我媽媽她不同意 因為那時候剛好是我父親 我父親剛過世沒有多久 原來早在白明泉起雞的前一年 三奈子就跟他的母親說要抓刀 但做媽媽的怎麼忍心 他就是承諾說 如果說我當他的基身的話 我們基身本身要做買賣 這是鼓勵 因為大神大道他不能就是說 強迫人家的子孫 然後就是搶人家子孫 來當他的基身 這有一定的手續 最後媽媽是答應了 為什麼態度軟化 背後竟是一樁不可思議的 條件交換 當買賣之後 我媽就好像吃了迷幻藥 就昏睡 然後就見到我爸爸回來 因為這也是太子爺他承諾說 要把我爸爸從汪史城 就是把他... 把他鍍營出來這樣 救了媽媽還度化了爸爸 一連串難以解釋的神蹟 讓白鳴泉心甘情願追隨三太子至今 他說與神同行的路不好走 但仍會堅持下去 幫助更多迷途的人 在剛剛的那一段畫面 您有沒有注意到了 在玉皇妻公主基身的旁邊 都有幾位小男孩在旁邊 好像在護衛一般 也的確是的 這是非常特別 他們稱作是小髮團的成員 來自於澎湖 非常特別的信仰 那你可能要問了 小髮團是什麼 這幾個小男生 他們在這邊的任務又是什麼呢 您想到了嗎 沒有錯 他們就是要保護機身的安全 機身讓人問世為人解惑 會有什麼危險嗎 說到了這個小髮團 由此一說 練這個小髮的成員 他們有一個神奇的執法 這個執法按地裡一指 它居然可以像是斷掉了 天線的連接一樣 斷掉了機身跟神明之間的連結 這麼一段會發生什麼事 這個機身就像是全身虛脫 它會整個人像是昏倒一般 不省人事 這時候要有人去扶著它 小髮團的功勇就此出現了 那麼除此之外 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澎湖流傳幾百年的這個祕法 你一定會好奇說 有這麼神奇嗎 它居然能夠讓這個所謂的 神明跟機身的連結切斷 然後又可以神奇得這麼一指 讓這個機身又醒過來 回到它真實的人生 有多特別 您來看看 要選法科儀的話 一定是打四甲 那是我們澎湖小髮的唯一一個認證 也是唯一與眾不同的地方 單手不是放在口袋裡面 就是我們兩手插在腋下 截止就可以達到那種功效了 它一定會倒地 因為那個是絕緣 絕緣 一氣咬的話你絕魂 把它絕緣了 所以自然都倒了 那個就是進行駕駕 百 再百 三百 小男生一字排開 搭配特殊的指法與步法 就是小法的慶神守護曲 緊接著用靈符點火 淨化法器 神秘的慶神科儀就要開始 好 二千 來 二千 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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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的主神 它要下來之前 我們要把廟裡面 一些比較磁場比較不好 有一些比較誤會的東西 那要透過我們小法用浮水 那把它做一個清淨的部分 浮水淨化之後 還有這一個最重要的步驟 開滴 我們環境當中 還是會有一些比較煞氣的部分 那神編的部分 它最主要就是在自煞 把那個煞氣把它消除掉 除惠 去煞 淨化空間 是小法團的任務之一 再來就是不斷吟唱請神咒 恭候神尊大駕光臨 當神明降價時 小法團必須隨時在側 有點像是專屬護法 每一位團員各司其職 務必保護主公的安全 當我們要出去外面的時候 那小法就是要跟隨在機桶的旁邊 一個部分就是要保護它 如果說真的機桶有被氣桶 那小法這個時候就是要出來 救桶 什麼是氣桶和救桶 這就是來自澎湖的小法 最神秘之處 好 好 畫面中 回澎湖祖廟的機桶走到哪 小法團必定跟到哪 就是要預防這幕的發生 仔細看本來搖頭晃腦的男機桶 突然以一種全身僵直 非常詭異的姿勢倒地 據說這就是其他公廟的小法團 故意測試機桶的真假 它一定會倒地 因為那個是絕緣 絕緣 一氣桶的話 你絕魂 把它絕緣了 所以自然就倒了 那個就是金型架桶 都單手 不是放在口袋裡面 就是我們兩手插在腋下 那個截... 截止就可以達到那種功效了 真的假的啊 針雞碰到小法器桶 一定會昏迷倒地 太神奇了吧 本身神明要用你的話 是在我們內層神經 所以在內層神經 我們有三個化... 有三個科學數據就是說 第一個化學變化 第二個是物理現象 頭部 化學變化是在胃 第三個就是氣墊 所以他會把氣墊先絕緣 那個執法會把氣墊先絕緣 絕緣的話 雞同自然就... 來自澎湖民間信仰的小法 據說氣噶非常靈驗 以至於不少台灣本島雞同 不敢到澎湖辦事 因為隨時會被踢爆揭穿 但話說回來 政績要冒著倒地不起的風險 豈不是危機似伏 影片裡的雞同倒地 小法團立刻使出獨家執法 Q噶 看誰法力高強 能讓雞同重新和神明連線 如果說真的雞同有被氣噶 那小法這個時候就是要出來救趕 那會透過執法的部分 去把雞同把它救起來 怎麼可能 執法一出 雞同就會馬上清醒 看來身為護衛隊的小法團 在澎湖民間信仰中 地位極為崇高 老師是老師啦 就是說老前輩他們會互相 你教的小法 你的法力 到什麼程度 他教的小法法力到什麼程度 唯一可以實驗的就是雞同 它是你的雞同 看你有在這個救駕的過程 是速度很快 還是速度慢 還是沒有辦法救上來 原來澎湖小法除了氣噶 丟噶 還是當地資深法師們隔空對決 安置較勁的另類方式 很多我們本島的雞同 要去澎湖進鄉的話 在這一方面 有非常大的機會 怕到澎湖本島的話被氣噶 確實澎湖小法看似威力強大 卻也有無法跨越的壘區 據說千萬不要傻傻視錯對象 快點走 前進步驟回頭 後來 中山步驟先給 他要再趕走 就是待天尋守的王爺 最好是不要試 為什麼 試的話下場都很糟糕 所以最主要這一點 屢試不爽啦 對王爺氣噶會有什麼下場 資深法師 嚴正盛 餘帶保留 只說凡事的力量非常強大 一旦吐死 非死即傷 這些理論似乎又讓澎湖小法 增添寂寞 神秘色彩 也正因為小法高深莫測 澎湖當地從小洗髮的人 還真不少 台灣本島的學徒也越來越多 眼前這位少年 顏永燦才13歲 小小年紀 操起小法 架勢十足 不管執法 步伐 都有模有樣 但這些華麗的功夫 都是他犧牲靠餘時間 從小苦練的成果 規避的時候就是 蹲要蹲得很好 然後就訓練的時候就一直蹲 有時候會就是 做錯或念咒就會被罵 顏永燦說 學法念咒過程可不輕鬆 受傷更是家常便飯 手掌的時候就會被火燙傷 太緊張 然後手又往下 然後火又導致 它上身 然後就燙到自己的手 既華麗又神秘的小法科儀 是顏家一脈相傳的家族事業 對英勇燦來說 這就是從小耳濡目染 一定要學的功課 不比這位高中生 竟是主動上癮百師 第一次來的時候 然後我有看到工藝的叔叔 他們就是都會做一些殼儀式 然後就看了也覺得蠻有趣的 然後覺得他那些動作 腳的動作跟手動作都蠻帥的 所以當時候有一個勵志 就是想要去學 因為帥所以愛 但是台灣社會 對正統孩子的印象相對負面 這樣的興趣愛好 不怕被貼上標籤嗎 我其實是一個 蠻不會讀書的學生 就這樣講 我國中會了三年 然後我是到了高中之後 就是自從學完之後 然後剛好那時候又快高中了 所以我會覺得有一股莫名的力量 就是讓我想要去讀這個書 誰說跑工藏的孩子就會變壞 這群熱愛小法的少年們 透過宗教實現了自我 也發願要把這一項 經過文化部認證 流傳數百年的澎湖文化資產 繼續發揚廣大 我們的鏡頭要帶您到 雲林北港的武德宮來看看 武德宮的武財神 他向來是香火鼎盛 財神居然連挑選神明的代言人 都這麼精挑細選 也非常的金融 我們今天要帶您來看到的這一位 居然是月薪超過十萬的 超級營業員 他的名字叫做蔡淑儒 這位蔡淑儒他當時就是想說 自己工作好端端的 我是月入十多萬的OL 我幹嘛跑到廟裡 去變成為神明服務的代言人 怎麼會有這麼奇怪的事 但偏偏不要嘴硬 後來他歷經了一連串武財神 在他面前視線的神蹟 這才讓他乖乖的進入廟宇 當神明的代言人 他到底歷經了什麼呢 他是動態的 他是有表情的動作 是動態的 不是說只是一個標像在那裡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是自己換聽 換影 感覺 對 我也聽得到他跟我說話 一襲連身洋裝 踩著細根高跟鞋 說話語氣 輕輕柔柔 追迷拿香參拜的女子 跟一般香客沒什麼差別 不過當他換裝以後 就成了武德宮裡 穿搭神明執意的代言人 從一些我們現在看的話 犧牲男人才能做 因為有些禁忌什麼的 女人是不能當的 可是他竟然問這個 那個蔡小姐就問他為什麼 他說沒有 就是那個武財神 好像有這樣指示什麼的 拿起卵筆 重擊桌面 臉上表情帶著眼塑 跟他平常的狀態 天差地別 他叫做蔡蜀如 原本是從事金融業的 高收入經理人 本以為順風順水的日子 可以讓他一路過道退休 沒想到 再一次拜訪客戶的過程當中 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這間廟的主委就是 林安樂主委他其實是 投資公司的負責人 也是我的客戶 那當然我去拜訪客戶的時候呢 剛好在辦公室裡面呢 有我們五路五財神 那當然我們也是要禮貌的尊敬 要點香 要拜拜 就我們同事就起哄啦 說老大祕書找不到 不然就拿蔡師傑拿去 就混進去寢室這樣 結果那時候就出了一首 最後三個字寫不二人 不二人選了不二人 然後寫神人緣 圓滿的緣 一看就是一整個完全的契合這樣 據說當時武財神賜給武德宮的 主委林安樂一首藏頭詩 只是代言人盡在眼前 而開頭三個字就是蔡淑儒 這未免太巧了吧 但是他當時根本沒有信仰 眼前發生了這一切 該怎麼解釋 一絲拜拜呢 之後呢我就有所感應 我有感受到神明他 他不是只是個雕刻末 他是有動態的 並且我聽得到他說話的聲音 之後他看到一個很高的人 說可能超過兩米 穿著武將的衣服 他說從神桌那個方向出來 然後往神桌對面的牆壁 就這樣穿出去 更巧合的是說 我們神明廳有一件怪事 他說香爐好像被人家踢 不小心踢翻 從內部 就從神桌那個方向被踢翻 因為外面灑了一圈香灰 就是從放射狀射出去就對了 感覺是有人從裡面走出來 把它踢翻 然後灑出一圈香灰 是武財神顯林嗎 他要走去哪 難道是要幫林安樂 說服蔡淑儒 當自己的代言人嗎 蔡淑儒雖然見證了神蹟 有意想轉行 卻還是百般猶豫 因為主管可能不會放人 當他困擾不已時 怪事再度發生 我可能原本就是第一名 或者是前兩名 然後瞬間我的業績 就慢慢的下滑 讓我感受一開始 其實我大概也心裡 有一點點的感受 好像這之中 好像有一點點什麼事情發生 其實我自己是知道 只是我自己 不全然的去相信他去接受 一直到有一天就是 那一天從 好像到了11點多 很反常的就是說 整個全公司就只有他 從前一晚到一早 到現在11點多 都沒有一個人打電話進來 就是到那天 其實業績都一直是零 然後他就想說 那可能時間真的到了 旗下的大將要走 講很久就對了 那講到1點出了 好不容易答應了 之後這個蔡小姐回到座位 回到座位 怪事開始發生 突然就湧入一堆 反而客戶的單 那從那個 一回到座位 那個時間點到收盤前 這些大單湧入 又把它從最後一名 拉到第一名 怎麼會如此神奇 一連串情緒 讓這一名台北東區的 時尚女子 搖身一變 成了北港的武財神嵐生 她開始吃素 受盡受訓 成為專業的神明代言人 據說每每武財神降價時 她都會有強烈反應 我去一家那個連鎖的服飾店 對 我正進去要看衣服的時候呢 就是服飾店的老闆 也算是老闆娘的婆婆吧 也算是真正的老闆娘啦 對 就從遠處看到我 我就覺得她 她好像有點想靠近我 又不敢靠近我 然後對我又畢恭畢敬 她就開始合掌 對著我朝拜 就老闆娘就叫她的兒子媳婦 什麼都過來 就好像是真的某種 某一方的同意 就突然從很遠 這種很謹慎的距離 就都一擁而上 然後就在她身旁 就都跪下來 然後再膜拜 她的媳婦是說 她吃了幾年的素之後 她就開始偶爾會看到一些 一些神明這樣子 只是她不曉得 她不認得五才公 那她當下看到我 她就覺得很奇怪 她說我旁邊有個 臉黑黑的人 然後鬍子長長的 手上拿著元寶 而且還送了她一個 一連串不可思議的經歷 讓蔡淑儒對神明的態度 漸漸從質疑轉為深信不疑 那我當下我的身體 很特殊的感覺就是 我的腳被釘在原地 我也走不了 然後我也說不出話 就讓他們這樣子 對著我拜 是 昨天算是 我覺得昨天那個 技術真的是還滿奇妙的 雲林武德宮的五才神 赫赫有名 除了抓機故事 很傳奇之外 他在北港小鎮的現身過程 更令人嘖嘖稱奇 武德宮的創辦人陳茂林 就是林安樂的外公 六十幾年前 外地人陳茂林 因為不熟悉環境 落腳在北港中山路的 猛戶民宅 還開啟中藥行 但是他萬萬沒有想到 那是當地最有名的鬼屋 當地有一個老人家 就講說他小時候 住過的房子裡面 就講說他晚上會看到一個 高大五狀的黑黑的一個 女將在那個房子走來走去 這樣子 他又覺得 因為小孩子可能看的事情 跟我們大人看的不太一樣這樣 所以看到了這樣子 他就覺得說這個房子 應該有神明在做 外公算是外地來的啦 所以說其實也不太清楚 這些事情就把它買下來 這幾年算是連續的幾年間 好像做這個藥材的生意 或者說看診的病人 都絡意不絕 生意非常的好 好到一塌糊塗就對了 家裡出現各種詭異現象 讓陳茂林一家都覺得很不對勁 但藥房生意就是特別好 家庭關係也很和樂 所以沒有打算搬家 直到有一天 陳茂林的妻子突然罹患急症 找不到病因 情況危機 那時候我們這前後段交界 那裡的隔間 它的設置是這樣 那裡是有廚房跟廁所 還有樓梯 他就在廁所中間在洗東西 洗一洗 沒多久人就昏倒了 昏過去 據說當時陳夫人看遍中西醫 都治不好他的病 有一次清醒時 他還特地交代了自己的後事 嚇壞了丈夫 後來陳茂林的岳父 跑來探視女兒 建議他何不找 持府千歲幫忙 那時候沒有說什麼 就說 就寫說陳宅有內神 我們這裡面有內神 那他就說他先開了幾道符令 然後再給我們一支黑令起這樣 那他就說這個符令化了之後 如果灌得下去 就病人如果灌得入口 那這事情就可以處理了 那第二次我們就恭敬地請人家 再來家裡再服軟一次 那時候講就是說 這位內神 他的位置就是在我們 就我外婆昏倒的那個地方 除灶的中間 那其實那個地方 過去那裡有森林 可是我們不知道 就在上面蓋這些不淨的設施 那中年怎麼蒸騰的氣 氣味 跟排下去的水 那個都不乾淨 其實沒有什麼意思 只是一個訊號 然後他就辦一辦信 可是他已經 老婆發生這種事情了嘛 那就在那個家裡面 放個神壇去拜 拜完之後 然後他老婆了 並不要遇獄 而且慢慢的他自己的生意 也慢慢好起來 而且他本來就很不錯了 可是那時候 他的生意越來越旺 後來陳茂林花了三個月的時間 改變家中的格局 重病的妻子竟然逐漸康復 雖然這一座內神 一直沒有透露來歷 但從此之後 無神論的陳茂林 不得不開始信神 那我們現在看到說 這個地區 區域用鐵欄桿圍起來 其實這就是當初 事發所在地 就是神嶺在這邊 那其實那時候 慈悟王也 我覺得已經有點出來 是我們拜的是什麼神明 那時候還有指示說 我們剪一張 把紅紙剪成圓形 寫一個財富的財 貼在那面牆上 牆上這一個財字 恐怕已經很明顯在提示 內神到底是誰 後來正由慈府千歲提點 證明就是武財神趙公明 據說從此之後 陳家事業越來越旺 神蹟也慢慢傳遍整個北港 導致跑來陳家朝拜的鄉客 落意不絕 七年後的某一天 武財神再度指示陳茂林 要放他改廟 那時候我們這台十九線 叫中央公路 其實那個機身KIGA之後 就一路沖 沿著台十九線這樣 一路往這裡沖這樣 那時候這邊沿線都是甘蔗田 那時候就沖沖沖 沖到我們這個 目前所在地的時候 那個機身它是沒有意識 它就要往甘蔗田裡面沖了 那時候財神也降價說 這裡算是 地理上叫天鵝復旦的寶穴 所以它就是選這個位置 有它的原油這樣 從民國六十七年落成了武德宮 直到今天依然香火鼎盛 而當初這一段 從鬼屋變大廟的鄉野奇聞 也成了地方上 津津樂道的話題 在台中沙路有一座 供奉包府千歲的廟宇 包府千歲就是很多人知道的包宮 那這裡有一個年輕的機身 他非常特別 你遠遠看去他一臉憨厚 但是一旦神明降價在他身上 他突然變得非常的威武 身體不斷地搖滑 而且動作非常的激烈 甚至時不時會用身體去撞牆 他到底歷經了什麼呢 最特別的是 他幫人解答疑難雜症 是用那種非常艱瑟難懂的文言魂 來回答的 而且更不可思議的是 他居然能夠斷人生死 直解了當地就告訴你 你能活到幾歲 聽起來很不可思議嗎 這麼嚴重的論生斷死 他如何能算得準呢 本來緊閉雙眼的男子 臉上表情開始扭曲 甚至翻起白眼 持續咳嗽 不斷作呕 看得出男子承受了巨大痛苦 準備起床 整個人不停搖頭晃腦 頭都快撞到地板了 不僅令人捏把冷汗 降加過程越來越激烈 神明代言人就快要撞壞身體 但是廟門口等著問屍的人 卻絲毫不以為意 因為他們知道 主公的性格就是這麼剛烈 脫掉上衣換上肚兜 男子立刻變身為型男肌童 美語間透露出一股陰氣 顯得威風凜凜 這看起來不像三太子吧 到底來者何神 什麼鐵面無私的包青天 竟然有代言人在反間濟事 每一次降價辦事都夾雜著文言文和現代百話 這一尊供奉在殺戮浩安宮的包補千歲 相傳超過百年歷史 從原本渡海來臺的家神 變成林里宮廟的主神 靠了就是千歲也的神威 眼前這一名五歲的蔡小弟 被包補千歲唸了一輪 依然面不改色 他的爸媽說 因為神明曾解決兒子的困擾 因此蔡小弟非常崇拜包補千歲 怎麼回事 農曆七月份的時候 他絕對不能出門 出門回來就是晚上時間一大 他就是哭 他曾經看到外面出來 外面跟我們講說 怎麼會有那個沒有手手沒有腳的 曾經這樣跟我們講過 對 所以他會怕他不敢下去走 怎麼會這樣 太恐怖了吧 蔡爸爸說 別看兒子現在活潑好動 兩年多前 當太陽下山之後 蔡小弟就是沒來遊 一直啼哭 剛開始不好戴 連出門都不能頭 都要包很緊 都要戴帽子什麼的 對啊 每個禮拜都要那個 收金個兩三次 都收不好 取名的人說 他的天應該比較脆弱 不能說直接見到天 對 他就是說叫到我們出門 就是要包得很緊 白天跟晚上都一樣 疑似敏感體質的蔡小弟 後來經常跟父母說 會看到奇怪的忍失物 他的爸媽本來不相信 直到哪一天 風很大的時候 就把我們那個 拜拜的祖先排位弄倒了 然後之後他就晚上一直說 有魔鬼 他一直哭 一直哭 神主牌被風吹倒 為什麼蔡小弟哭個不停 他到底看到了什麼 他有形容到說 我爸爸跟我爺爺去世 我奶奶去世的時候 他的穿著跟打扮 對 我自己也嚇一跳 他以前沒有見過他 都沒有 連照片也都沒有 難道是天生陰陽眼嗎 蔡小弟三天兩頭 哭鬧怎麼行 不堪其有的爸媽 只好帶他來找包袱前歲 這邊的神明跟我們講說 一個堂堂男子 他為什麼要戴一個帽子出門 機身把他拿掉之後 他整個就轉變了 其實就有跟他講說 你要走他會保護他 他不用怕 他才就是慢慢的釋放 然後像這樣會腫 然後吃飯也比較正常 在民間傳說裡 包公驟姦至陽氏 夜間思音曹 據說他死後還被封為 十殿岩王中的五殿森羅王 所以有著岩羅天子的封號 難道就是因為他是地獄之王 所以還能預知生死之事嗎 其實我們不求所謂的 能夠百歲 千歲 但是我們一輩子所求是善終 我覺得八五千歲 協助我媽媽得到善終 這是我們最感謝他的地方 虔誠的何先生說 他的母親身體向來硬朗 三年前的春節前戲健檢 意外檢查處有小毛病 因為身體一直有一些狀況 然後剛好醫生 醫生照到他那個膽裡面 有一個那個洗漏 要做開刀手術 因為年紀已經88了 所以在麻醉各方面的風險都有 高齡母親要開刀 雖然只是小手術而已 何先生依然跑到廟裡 拜託包補千歲 讓媽媽平安順利 卻沒有想到 他跟我講的直接講 就農曆五月 有沒有開刀沒關係 但是就農曆五月 時間就到那裡 我嚇一跳啊 天啊 包補千歲竟然迷世 和媽媽的壽命 只剩下四個多月 這句話叫為人子女的他 怎麼接受 我是不是可以借這個方式 跟你求我的壽 求我媽媽的壽 而且是好的喔 不能求就還是躺在床上的喔 求了半天他還是不要 他說天命難為 任憑自己好說歹說 包補千歲就是老話一句 花開花落終有時 當時何先生好生氣 因為他無比虔誠 又對妙物盡心盡力 功德為何不能歸給母親 接下來包補千歲的九道符 到底有何用處 據說開完刀的何媽媽 沒有痛苦 漸漸的躺在醫院裡休養 直到四個月後 九道符用完 我們要再開符 他說不用了 夠了 也就是第九道符用完 當天我們就回來了 都道別完了之後 我自己親口跟我媽媽講 說都來道別了 也可以了 如果你覺得是可以 你聽到菩薩的聲音 聽到阿彌陀佛的聲音 就可以走了 當我講完這句話的時候 我媽媽我就跟她呼吸就這樣 整個這邊脈搏跳了一兩下 走了 有這麼巧嗎 何媽媽過世那一天 就是端午節前夕 還真的應驗了包補千歲的預言 看到媽媽如願受終正寢 讓何先生對主公的神威 更加深信不疑 就連濟生本人 也都是神蹟見證者 我一開始也算是滿鐵齒的 也不太相信這種事情了 因為如果做代言人這個部分 因為也有聽說過 也滿吃力不討好的部分 所以也會讓我比較 比較反感一點 但是就是因為有一些 富可思議的事情發生在你身上 讓你不得不相信有它的存在 脫下神醫的南基童 有別於紀事時的威武嚴肅 是一名帥氣的勾益郎 名叫阿嘎 他在四年前接下了替包補千歲 代言的任務 過程就如他所言 不可思議 我一個親人 他在住院 在家務病房裡面 在家務病房裡面 那時候我就跟他求說 不然你讓他好起來 狀況好一點好起來 這樣子 我就幫你服務 我那時候心裡所想的服務是 站在旁邊就是那個 痘逃的部分 我的心裡是這麼想 當初因為外公重病危急 阿嘎到廟裡祈福 心裡默默發怨 並沒有告訴任何人 後來外公康復蘇醒 第一句話竟然這麼說 他那時候剛好可以講話的時候 就叫我進去 跟我講了說 你答應人家的事情要去做到 不要私信於神 他在跟我講神的 我常常差一點用軟腳 要爬出來這樣子 怎麼會 這個秘密是誰告訴外公 據說是他某一天做夢 有個黑面神明入夢 告訴他的 更巧的是 當時還正逢 二十年沒有跡身的浩安宮 被主公只是兩隻的日子 難道阿嘎就是不二人選嗎 那一段時間 他開始要有那個醫師的時候 你就會身體不舒服 你就是會有一股衝動 你會想要來廟裡這樣子 如果你不然就是會渾身不舒服 起當 操保 阿嘎說 他當初根本就不相信 本來只發願當廟的義工 怎麼會意外成為影片中 連自己都不認識的那個雞童 比如說七點要辦事 我就是那時候會拖 就盡量拖 拖晚一點 就不太願意來 我就覺得 那時候我也不太相信 我自己會這樣子 我一開始也不知道 是因為有人拍給我看 還有那個信徒 在外面看到流眼淚 說為什麼要這樣子 原本是沒有那個墊的 都直接撞那個牆 是後來我們主委他們說 用一個墊的這樣子 比較那個怕我受傷 出乎意料的雞童生涯 阿嘎一當就是四年多 白天當汽車收護工 晚上才到廟裡幫神明代言 他說 絕大多數同事和朋友都不知道 自己有這一個特殊身分 之前有一個我的同學有過來問事 他隔天才有LINE給我說 同學你現在在廟裡服務嗎 我那時候還很不願意的跟他說 沒有啊 否認 是到後來他有講說 他有來這裡問事之後 我才很確定跟他說 對…這樣子 就是看到我出去吃麵東西之類的 還是出於善意就是 就會說老闆那一桌 順便算一算這樣子 所以到後來我去吃東西 現在改成都會先付錢 點完東西就先付完錢 才不會被別人請這樣子 雙性勉腆害羞 阿嘎不會言 不怎麼喜歡被崇拜的感覺 因為對他來說 穿上神衣既是情非得已 一切功勞請歸給神明 把我自己歸了成工具人 因為幫忙你的是我老闆 還是太子 也不是我去幫你做什麼事情 功勞不是在我身上 都是在老闆 因為是他們有能力 也不是我有能力 謙稱自己是神明的工具人 阿嘎說他看得很開 只想平靜過日子 我們問他 但不擔心節目播出後 惹來閒言閒語 他說自己不偷不搶 幫人問事 分文畏曲 親了正 坐得穩 就順其自然吧 我們帶你來看 這一名當時才12歲的國中生 他年紀輕輕 就被神明抓去當雞童 故事的主角就是他 叫做鄭偉祥 同學都說他的行為蠻怪異的 平常明明人在學校 但是清醒之後 竟然突然出現在警察局 這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得從一次禁箱活動開始說起 當時鄭偉祥跟同學的阿公 一起去禁箱 結果媽祖突然降價 把他叫了過去 還寫出他的深層八字 他滿傻眼的 想說農曆生日只有家人 才會知道 出現在眼前的這一位 到底是誰 怎麼又說他們找到了接班人呢 當時在他的腦海裡 滿滿的問號 回到家之後 鄭偉祥把這一切發生的事情 告訴他媽媽 鄭媽媽就說了 原來在他出生的時候 蒜明先就說過 這個小孩以後不是出家 就是吃神明飯 沒想到神明真的來要人了 然後他就問我說 你之前的對象是不是姓王 我就嚇到了 他就說他們家的公媽來討人 對 那這樣聽了就是 已經滿嚴重的嘛 因為已經危及到生命這樣子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讓黃小姐一點憂愁 那時候人生感覺很迷茫 就是看醫生 然後還有到處去問事 都沒有得到改善 最嚴重的是說 就是出現暈眩的症狀 就是暈眩到說 你視線看出去 你整個都在360度旋轉這樣 連走路都沒有辦法行走 頭好暈喔 好好的一個人 怎麼身體突然出狀況 究竟是誰在作怪 你怎麼了 超好暈 這是嚇喔 謝謝 那一段戀情是談了五六年 所以就是家長也都滿熟的 對 然後那時候他有一個爺爺 就是生病倒臥在床 我也有幫忙去照顧這樣 然後我自己在想說 是不是他爺爺這樣子 因為這麼久了 他爺爺應該也不在了 原來是前段戀情的公媽 看上了這一位無緣的媳婦 該怎麼辦才好呢 我可以去買一些金紙 然後去到 之前的那段戀情 那個男生 他們家附近的土地公廟 去劃掉 然後請土地公媽我做主 說因為我也沒有嫁給他 我不是你們家的媳婦 你怎麼可以來討人這樣子 是啊 有緣無分 勉強不來 但困擾了將近半年的問題 終究在神明的幫助之下 圓滿落幕 拜完隔天 就感覺暈眩沒有了 神明也是跟我們講說 幫他辦事情的話 雖然不會讓我們 大富大貴啦 但是我們的人生 到頭來的時候 其實最富有的 就是我們自己 既是幫助信眾不收取費用 這是神明的旨意 不過這一尊元帥很調皮 有時候也會在信眾面前 顯現神威 神明大顯神威幫助信眾 不過有時候 命名之中註定的事情 就連神明也很難流準結局 那陣子因為我爸爸得癌症末期 所以我們一家人就是也都 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元帥就叫我進去 然後說爸爸身體不好 然後就 就 他 他就說我沒辦法救了 刺濕的他心都碎了 我們就一起求元帥 我們說 那我們的壽命 折給爸爸也都沒關係 他元帥就說 他還有他自己的使命要去做 因為已經 另一個世界已經安排了 工作給他 所以這個是他必須去走的 頓時間爸爸的身影不斷在 萱萱腦海中盤旋著 放下這一段情情 真的好難 也算說他只能幫爸爸做善終 就是癌症會有很多痛苦 讓爸爸沒有痛苦 就是讓他睡一睡就走了 所以爸爸癌症末期 這一年多的時間也都一直轉移 然後也確實沒有痛苦 看著瘦弱講話無力的爸爸 孫萱白敢交集 奉手這一門課題 怎麼都學不會 去年八月底 宣爸就像回光返照一樣 講話突然好有力 這是家人最後的道別嗎 我知道美 讓我們家人聚一聚 然後講說我們很愛他 照爸爸要放下 不要擔心 他那時候已經沒什麼力氣了 然後醫生就說陪安寧 那時候還吃得下 然後隔一天就沒意思了 就睡一睡就走了 沒能言受但難善終 這是元帥當初給萱萱的承諾 都說人世間最難割捨的就是情形 爸爸離開了 但那份思念卻是一天比一天濃烈 我跟元帥說我真的很想他 我不知道他過得好不好 然後元帥就開一張福令給我 然後叫我放在枕頭下 爸爸就來給我夢到了 爸爸就說要照顧好自己啊 然後叫我們要放下 不要再難過了 帶著感恩的心 參與廟方的各項事務 這是萱萱對元帥的感謝 從一個鐵齒的人變成信眾 萱萱釋了未及 不過鐵齒的不是只有他 身為元帥跡身的正位相 也是糊裡糊塗 莫名走上宗教之路 到底發生什麼事 媽祖感到來的時候 他寫出來寫我的名字 以外 還有寫我鼓勵的生理 寫家祖女 幾位幾位這樣 死也我就寫出來 那一年他才12歲 不過是跟同學的阿公去競箱 媽祖怎麼會莫名找上他 而且還指示了這一段話 媽祖他說 他們三方寫家 有找到團人 意思說有找到這麼多人這樣 當下正位相聽的是一頭霧水 誰是傳人 誰又是接班人 我們媽祖一聽到 我在說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們媽祖就說 阿阿阿阿 他說我當初是出事的時候 他就去給兩個生命線 下我的伯母就對了 結果那時候的生命線 他說 說我一生當中 我不是出家 不然就是吃生命中 就這樣小小年紀 莫名被抓雞 莫名做雞 糊粒糊塗領了紙 當了神明代言人 一切一切 對正偉翔來說 簡直就是莫名其妙 我每次在證書的時候 就是感覺說 沒甚麼感覺 我是坐著要睡 去就肚子這樣 坐著吃幾次的時候 我同學跟我說 意思說 我會脖子走腳步 要走腳步的時候 我們就想說 你怎麼想我怎麼想著 一位同學在胡扯 直到自己看到這個畫面 看著我自己 在那時候 我想說我們怎麼會變這樣 就叫我老母帶我去看這個真心科 去看真心科的時候 真心科醫生說 就是這種的病情 這個宗教精神妄想症 醫師告訴他 因為嚮往宗教 所以才會把自己當神明 當時的他不但認為自己有病 生活更是一團斷 有時候常醒來的時候在派出所 我家裡的人都去派出所 要去派出所 把我帶回來這樣子 怎麼回事 這就是他不要再等下 他就是要叫他 要開始要去救世 他主義的事情 他生活也很多種 一路走來的磨難 他往肚裡吞 支撐他走下去的動力 來自於信仲 就這樣人家瘦散去 七神七神這樣 人家瘦散去看 他先都看不好 不可以過往後就這樣 想說我有來問 外生查詐 說這樣處理有問題 那天信仲家裡 遇到麻煩事 一查原來是有人在作怪 外生就說 進去屏東去跟洋 有去下去有跟寶貝 所以問說是不是他 連刺罪都是 還說是他回來了 不敢 他說我們先生不可以 不可以牌 他不會 要回去把他創蝶這樣 被人抓弄 怎麼回事 我有點要跟他說 我說你不要見過 我的先生不可以不回去 幫你牌 是你的年輕人 不可以讓他回去牌 你今天回來 把他創蝶這樣也不對 原廠有跟他溝通 溝通好之後 原廠有跟他的分配 跟他搶回家 現在就隨意 萬事人去受限 我目前處理起來 他還很辛苦 看著信仲原本憂愁滿面 來求神明幫忙 到最後卻是買水果來答謝 這溫暖的一面 是公主鄭偉祥 後來開廟的主因之一 儘管過程辛酸又艱辛 但慶幸的是 家人也在神明的幫助之下 從鐵齒變成信徒 宗教之路或許不好走 但這溫暖卻是甘之如疑 一年紀就被神明抓機 幫他做事 一般人幾乎都蠻抗拒的 能躲多遠 他就躲多遠 不過我們帶你看這一位 才十幾歲的湯小弟 他選擇順從天意 因為他說這一條命是神明給的 而在這背後 有一段他藏在心底的祕密 湯小弟說他曾經想不開 有一天在準備就緒的時候 這個繩子突然就斷掉了 接著在他耳邊傳來一個聲音 說我都還沒有用到你的身體 你怎麼可以走呢 湯小弟當下真的嚇了好大一跳 到底是誰在跟他說話 不只如此還有一次半夜 他玩手機玩太晚了 結果莫名其妙他就被打了一巴掌 當下真的是痛到不行 不過說也奇怪 旁邊一個人也沒有 這一巴掌到底是誰打的 會是神明給他的教訓嗎 阿嬤也說了 湯小弟他從小就喜歡 在神桌底下睡覺 阿嬤心裡有數 這個孫子以後肯定要吃神禮飯 原來他是兄弟公 也是三太子的機身 他就是小人 等我學走 去哪兒路上下來 他就是要弄去那裡搬 我說阿嬤是在做什麼 說阿嬤就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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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我在神經島的 一直說話 一直唱一直唱 連他出來的時候 說幾盒幾盒 我阿嬤就會去簽 說都會對 說這就是三太子 他的神威 因為家庭因素 他從小最常接觸的 就是廟會跟神明 湯凱傑雖然說當心痛不難 但內心卻很在意 別人對他的看法 別人對我的看法是怎麼樣 別人對我的說話是怎麼樣 別人對我來說說 我是一個外甲 有一個外甲 這樣會自言自語 這樣 外甲很害怕 我也怎麼這麼說 唐凱傑不會言外界的眼光 加上某些因素的壓力 導致他萌生過不好的念頭 誰知道我放上去 把拔去 那些手要回來了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有一個聲音說 你怎麼這麼傻啊 飄飄的人 這麼降職 你的肉配我不會用到的 你想要這樣 去結束你的生命 聽到的聲音從哪來的 是誰在跟他說話 我想說 剛才有一個聲音告訴我 我是不是幻聽 結果後來 到太祖宮 一直看他那裡的太祖 一直看... 就是有一種講 覺得很實際 然後又聽到聲音 那是我 唐凱傑瞬間恍然大悟 原來他聽到的是 來自太子爺的聲音 而接下來的這一席話 更是改變他原生的 一個重要關鍵點 在那時候 他就說 這就是你啊 你自己就是你自己啊 別人這樣說 你是別人說的 你像我一樣聽這麼多 他就這樣跟我說 對 生命是我自己的 我怎麼做就怎麼做 就是 他都跟我說很多話 來理智 代謝不好的情緒 轉換快樂心情 這是太子爺的叮嚀 也特別交代要自律 不該碰的 絕對碰不得 正值叛逆年紀 唐凱傑願意聽神明的話 阿嬤覺得很窩心 只要不學壞 就算替神明服務也無妨 而唐凱傑自認這條命 是神明給他的 他不抗拒 選擇順從天意 南白 阿嬤 阿嬤 你把他嬤這樣 人家又趴一趴 要嬤嬤大肚 不是那個 因為我愛跟你說 你人家又不關意 要跟他們喝彈珠起司 我不要跟你說話 就完了 人家高台 這裡的三太子的頑皮又好動 不但喜歡四處趴趴造型式 還要記著跟他一起玩鞭炮 好不好玩啊 不過是降駕來跟觀音祝壽 怎麼四處閒逛 就是停不下來 難怪菩薩特別叮嚀 三太子要安分一點 當然聽到母娘 頑皮的三太子 似乎也安靜了不守 因為他是這裡的主神 而開壇的起源 其實跟阿嬤有關係 有一天的時候 都覺得很辛苦 這樣都不順勢 我有去問 人家跟我說 你有支援錢給你對調的 我回去問我老婆 我老婆說 他有沒有沒有啊 後來才知道 原來是被親戚無緣的小孩 給乘上了 所以阿嬤沒放在心上 想說的有空 再請神明處理 沒想到就在這一天 你站在那邊 站在那邊 那台客人站在那邊 在那邊 我把我撞下去 我把我撞下去 我都撞下去了 阿嬤我就四四分分 人家跟我生氣病 但是在那邊 人家就要把我撞下去了 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女生前小孩 他看冠嬤她說 你把你媽媽撞下去 不要撞下去 你一直叫你媽媽的娘 他就撞下去 人死怎麼可能復活呢 我當那個時間 帶出去的時候 我就有看到 看到冠嬤 他就把那兩個撞下去了 那兩個到底是誰 那兩個人 他就跟他撞下去了 你是把我們人在撞下去 我撞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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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事情還沒完 清醒之後的阿嬤住院休養 牌子上面竟然莫名寫了 觀音兩個字 家人也覺得很玄奇 真的是觀音顯靈救命嗎 蘇阿嬤後來去廟裡問世 姬童說她跟觀音確實有緣 於是蘇阿嬤去叼神尊 在家供奉 拜了觀音之後 蘇阿嬤親身體驗了不少神蹟 但問題來了 神明想要祭事 阿嬤說她年紀大又沒休息 這下該怎麼辦才好 叫我收 叫我要辦書 他有說他要救世 結果我都放點點放 中間如果沒有 我的兒子還是我的孫 他一定要救世就對了 蘇阿嬤於是開壇 讓大家問世 重責大任就落在了孫子 湯凱傑的身上 我沒辦法做 他就要做 我也要他搭三天 好 如果還要收拼 我怎麼會 為什麼選上湯凱傑 或許是他跟神明之間的連結 也或許是天注定吧 因為以前的他曾經很鐵齒 直到的莫名的一巴掌 我那天就是坐在椅子上 坐在椅子上我就一直滑手機 一直滑滑滑 從九點多滑到快要兩點 結果我就昏昏沉沉的 就很想睡 眼睛快要閉起來的時候 就在那個時候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結果一個巴掌狠狠的 往一眼上拍下去很痛 那時候當我會生氣 我說你是誰啊 想要幫我爬 就很生氣一直在那邊喊 是誰打了他巴掌 我睡著的時候 我就做夢了 我就夢到一個女生 也沒有說到很年輕 看起來就有點臭 那種扁的那種 結果她就走過來 哇...就開扁了 直接開扁 然後就醒來 因為真的很痛 我第一次做夢做到 被打有感覺 第二天 第三天都是同樣夢境 把唐凱傑給熱毛了 你到底是哪一個冤心在住 我到底欠你什麼 還是我每天要念多少的佛經給你 你告訴我 請你離開我 那時候 她什麼都沒有講 繼續打 我就問我阿嬤 阿嬤 我不一直看姐姐 姐姐 然後我一直給我拋 我就可憐什麼的 結果她就跟我說 你乾媽的話 還有我們的話 你一定要哭 你會很慘 她口中的乾媽 就是湯裡面供奉的這一尊 北海觀音菩薩母娘 從小結下佛爺 但始終很鐵齒 直到太子爺救命 她才真正感受到 所謂的神蹟 為了回報救命之恩 她甘願幫神明祭事 但畢竟年紀很小 神明附身降價 說來就來 就像觀音祝壽的這一天 戴牙宮降價交代事情 退嫁之後沒有多久 神明有附身降價 這次來的是太子爺 來 騎著 來 我去哪 你去 你等我一下 我先趕 你來 我才可以玩 我還要玩什麼 阿嬤 姐好 好啦 一起來一起下 知道啦 他喔 對 我們的太子爺 儘管神威險赫 但平凡降價又退嫁 一旁的湯爸爸 很擔心兒子體力過度消耗 阿嬤也怕孫子上課的時候 神明突然復仙降價 他只好先跟神明談條件 我有跟神明這樣說可以 看一拜要兩天 一天 我說一天就好 拜到沒了 有感覺 別看湯凱傑小小年紀 雞筒該有的儀式 一樣都少不了 不過湯凱傑說他不會畫符咒 夢中太子爺都是從最簡單的 開始教他 就是希望將來 湯凱傑能替更多信仲解惑 太子爺相信他絕對可以完成使命 唯一抱怨的就是他身材太胖 破壞了太子爺的形象 湯凱傑說他目前正在積極減肥 有一天會以帥氣太子爺的形象 為信仲服務繼續 陰陽兩格真的是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嗎 我們就帶您來看這個故事 在台中神岡 有一名男子因為急性心肌梗塞促事 當時睡在旁邊的太太非常的自責 覺得為什麼沒有及時發現呢 搞不好他就可以救回老公一命 玄奇的是 有一天這名男子的大衣子去問運勢 突然之間哭了起來 而且他的哭聲還是男生的聲音 這個時候廟裡的觀音代言人就說 這是過世男子在請求幫忙陰陽和解 這是怎麼回事呢 而且說到這一名觀音代言人 他叫做呂迎貞 他滿特別的 外表非常的時尚也很亮麗 而且曾經是美妝專櫃的小姐 而為什麼她又會跟觀音結緣呢 自信微笑 時尚裝扮 她是呂宜貞 曾是國際知名美妝品牌的專櫃小姐 現在多了一個特別身份 原本俏麗的臉龐突然變得嚴肅 此時此刻 呂宜貞正在連結和主公之間的天線 一吐一吶慢慢化身觀音代言人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咱們時辰已到到場中央來 等一下請部分的人員輪流著 到場中一起唱授心經 為大眾祈福 說起話來自鎮槍員 槍調還帶點金片子 耐心為信眾一一祈福補孕的呂宜貞 只要一戒體給主公 原本氣質柔美的他 突然出現一股柔中帶鋼的氣場 甚至大膽跟嚴魔王搶人 年底的時候就會問說 那明年運勢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當時那年我記得是 菩薩有說就是有大觀要過 然後身體健檢所有的重要部分 都一定要檢查 對很多民眾而言 一年做一次健康檢查是常有的事 那麼觀音的指示有何玄機呢 我那一年是因為菩薩獎 每一個部位都一定要檢查 所以就去選了做腦部的檢查 所以就檢查出來 所以醫生都覺得 大部分血管流都是爆了 就是已經爆開來了才會知道 那我怎麼能夠之前就去檢查出來 照理說呂一貞代替神明為名消災解惡 應該是好事一樁 很難想像她曾經很抗拒 這樣的特殊體質 這故事得回到她讀小學時說起 每天晚上 而且都差不多凌晨兩三點 哭了起碼一兩年有 每天睡到凌晨兩三點 就會哭醒 難道她看到了什麼 她就是半邊臉是爛的 然後身高跟我差不多 就七八歲的小男孩 一到半夜就會出現的小男孩 嚇得小小年紀的呂一貞 趕緊找媽媽哭訴 由於呂家是外地人 來到這裡租房子 只能向附近鄰居打聽 我去求證之後 隔壁的人才跟我說 你不問我 我不會跟你講 因為這個是很恐怖的事情 因為很多人都不敢住這間房子 因為這間房子會鬧鬼 什麼 租個房子居然碰到怪事 呂媽媽趕緊追問 女兒看到的小男孩到底是誰 她才跟我說 就是這個女主人 在這個小朋友車禍死掉了 然後應該是她的魂沒有引走吧 後來呂家為小男孩舉辦超度法會 小怡禎終於能夠一夜好眠 但也從此開啟她的觀音代言人生活 有一天小怡禎的媽媽在擦繩桌 她在一旁畫畫 只是畫著畫著 眼前的觀音神像 怎麼變得不太一樣 因為我第一次看到就是菩薩 可是她很大很大 我看到大概三層樓高 她在動 我說怎麼會在動 然後她還拿一個淨水瓶給我 我想說她怎麼會在動 小怡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連忙告訴媽媽這一件怪事 當時潛心修行的呂媽媽 明白了女兒的與眾不同 從此才念小學的呂怡禎 就像電視劇通靈少女的主角小禎一樣 經常被大人追著問事 就像通靈少女那個小禎我臉很臭 因為我不想 完全就一模一樣 就是被大人追著要半次 因為他們要問這家公司好不好 然後那個可不可以合作 然後什麼 我就是覺得很煩 建議你選一個聽起來順額 又好聽喜歡的啦 這樣子有好的意念 人就會好了啦 既然心裡覺得不舒服 為何還要勉強自己 因為傳統的信仰觀念 會給我們覺得說 你如果不做你會怎麼樣 你不做你就會怎麼樣 對 然後我就會莫名覺得 對 我如果不做我就會很慘 這樣被迫與神同行的日子 直到呂怡禎上了國中 才離奇解脫 我都覺得那個像Wi-Fi有沒有 然後就Wi-Fi就突然沒了 那時候大人就說 怎麼看不到什麼 因為平常問習慣的人 怎麼都就是還想要再來問 可是我就是 就是那個接不到就是接不到 可是那個時候我覺得 我還滿開心的 因為就還恢復正常了 笑稱自己當時恢復正常的呂怡禎 在媽媽眼中卻像變了個人 因為叛逆期來得又熊又狠 居然一度翹家 他那個時候是國中考高中 考不到學校嘛 他因為他說那個時候就很 超級愛玩的 而且很叛逆 超級叛逆 他外表會打扮得很時髦 而且會穿得很低胸 後來呂怡禎會乖乖回家 全因為一起翹家的朋友出了怪事 當時兩個人一起走下樓梯 他整個人往後躺 就像你沒有走過去這裡 被撞到往後躺 然後我就嚇一跳 他就跟我說 他這邊有一條繩子 我就說沒有啊 真的沒有繩子 之後他就開始一直發抖 眼看朋友已經變得 無法控制自己 呂怡禎雖然驚嚇過度 還是強打精神先送對方回家 帶回他家之後 我才知道我媽也去他家找過了 我媽已經跟他媽說 我有特殊體質 那時候他媽才跟我說 你不是有那個靈異體質 你不是會處理 可是因為那時候 我真的還沒有 太多這方面的經驗 我也很害怕 最後呂怡禎的朋友 被帶去廟裡收金 而他則是領悟一個道理 然後是我翹腳第三天 才第三天而已 但是我自己心裡知道 我還是離不開那個GPS 既然被神明選中 或許得肩負另類的社會責任 於是呂怡禎一反過去的排斥心態 下定決心打坐修行 試著重新聯繫主公 或許是因為心態改變了 呂怡禎神奇恢復她的特別能力 還遇到真命天子生了兩個寶貝 白天在美妝專櫃服務客戶 晚上則代替主公服務信眾 最特別的是 近幾年主公給了她一個特別任務 妳把專注力帶到妳的呼吸 然後持續放鬆 妳什麼事都不用做 然後現在妳很安全 妳是被保護的 所以妳只要把專注力回到呼吸就好 不用特別快也不用特別慢 呂怡禎正引導信眾 進入神秘的第七密度空間 第七密度空間 其實它是屬於情緒波動比較少 換句話說我覺得就是近 就是相當的近的那一個能量波當中 然後妳會看到很多妳自己內在 原本看不到的東西 所有的情緒都是 需要讓它流露出來 沒有關係 所有的情緒 都是最剛好的 妳除了想跟妳的先生說我愛妳 還想跟妳的先生說什麼 謝謝 江小姐到底感受到了什麼 讓個性開朗的她淚流滿面 不是難過 那是一種感動 以前在菩薩有跟我先聊過 前世今生的事情 我先生在前世 也是做這樣子的角色 就是一直照顧我 我會想說這個人 他有辦法 就是他想要照顧人 他愛這個人的心情 有辦法延續到這一世 我覺得他對我來講是非常感動 原來呂怡禎代替主公 為信眾排憂解惑的方式 已經不像傳統宮廟請神上身 而是透過一股 源自第七密度空間的能量波 讓信眾發現隱藏的自我 而在济世過程中 她最不捨碰到這個情況 2019年由一名女子來諮詢 突然她哭了起來 只是哭聲居然是男生的聲音 她上她大姨子的聲 然後我收到訊 只是她要好好跟她老婆說再見 這個她究竟是誰 在這名女子恢復意識之後 呂怡禎得到解答 原來這名女子的媚婿 日前因為心肌梗塞促事 但她捨不得另一半遲遲不肯離開 於是呂怡禎承諾 會替她完成最後的心願 只是陰陽兩格真的能夠溝通嗎 我負責引導 但是他們兩個的能量 是彼此相近的 她感受到她先生抱著她 她就哭得很慘很慘 我說對 她真的抱著你了 難道生與死 不再是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因為更玄奇的還在後頭 當時呂怡禎充當亡靈的翻譯 請老婆回憶剛晚病發的情況 她老婆很在意的是 在她心肌梗塞的時候 她怎麼不叫她 她或許叫她一下她趕快做CPR 或者是叫救護車 是啊 或許這樣 事情還有轉圜的餘地 她知道她太太一直很在意 自己沒有救她 她真的很自責 當時她老公請我傳遞的訊息是 叫她老婆說妳可以罵我 她老婆就哭著說 我們結婚17年妳對我那麼好 我怎麼捨得罵妳 結果她老婆講完就說 對 我很想罵妳 我很生氣 原來妳有心臟病 妳有心肌梗塞 妳怎麼都不講 因為解開了心結 夫妻倆終於能夠 好好跟對方道別 是她親手把她先生送回天國的 因為他們已經擁抱完畢了 好好說再見了 然後她說她看到她先生轉頭 跟她微笑 她說她放心了 這一起不可思議的陰陽和解事件 雖然顛覆大眾認為人鬼殊途的想法 但看不到不代表不存在 或許這也是神明透過代言人 勸勢的方法之一 也讓我們一睹傳統民俗 無法用科學解釋的那一面 台灣大事不再半月期 各位好 我是俊向 我是雨昕 台灣大事長期以來為大家搜羅全台灣的重案 還有那些難以理解不可思議的奇人騎士 邀請妳加入我們的YouTube會員 給我們最大的支持跟鼓勵 妳再加入會員之後呢 妳就可以得到一個專屬的徽章 就可以跟著我們來看全台灣 更多非常離奇的社會案件囉 台灣大事 您的家居是給我們最須值得鼓勵跟支持 啊 不通報未經 趕快動手加入我們的會員吧